做演員最重要是遇到好的對手 像我一樣 我做主持也希望遇到好的受訪者 大家才會有很多不同的交流 拍劇更加重要 你找到一個好的對手 就可以在劇集中拆出不同的火花 像我今集請來的這三位前輩 絕對是我們很多藝人同事 心目中的好對手, 最佳拍檔 劇很重要就是貴乎合作 你又舒服, 我又舒服的時候 觀眾一看, 會很舒服 你這麼煩的大哥在外面 我懷念TVB以前的日子 大家都好像一家人一樣 但我都是求財 我最開心的時刻就是TVB沒有嫌棄我 還找我做事 你來啊 今天真的很開心, 很歡迎 你有多開心 我真的很開心 很難得可以邀請你們三位同桌 那真的很難得 真的很難得 小星星, 歡迎收哥, Kango, 依佳士 有一次, 我真是最難得 是… 和兩個前輩一起 這位也是我前輩 是, 不是… 收…可能是, 是嗎… 是… 真的是 是… Kango入行才過收哥嗎? 大家不知道 是嗎 因為他入行後不久, 他就飛去讀書 是 後來才回來, 依然以為… 很可能嗎? 很可能 是, 很可能 原來Kango是始祖 還有, 跟邵氏一位玉女拍攝 叫尤敏 尤敏 甚麼 我以為是跟一個結婚 你… 她說話一結結就好 不知何時停下來 不知何時做廣告 是 我… 好嗎?沒問題 我一句很寒暴 你經常心邪, 你經常心邪 讓她說… 好… 讓我說 好… 我們全部出去了 不准拍攝 我第一套就是跟盈氏拍攝 很厲害 那時候你還沒入行 他拍攝的時候, 我剛入行 所以他還是叫前輩 師兄 叫同臨了 師兄 現在是各自飛 你熟過我 當然, 我當時很妒忌你 那就深刻印象 是嗎? 妒忌她是甚麼 妒忌她能夠跟郵敏拍攝 你看到我郵敏嗎? 很美女 我知道三位 其實你們本身家境都是富裕的 你們當時入行 家裡會否贊成你們做這一行 還是為何會有興趣入行 家裡是否贊成你做呢 是 因為我妹妹入行 是 如果不贊成就不贊成她 你要說… 我妹妹叫林翠 這是你說的 你妹妹… 你這麼多妹妹, 誰是妹妹入行 她真是… 對… 你說話說清楚 現在這麼多女明星 以前那些… 對…大哥, 對… 對… 她說甚麼都說對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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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妹妹, 林翠, 入行了 就算我家裡反對, 還是反對她 對嗎? 我經常去接她 是 去片場接她 那時候是很英俊的 值得她妒忌的 我也覺得很英俊 對…值得她妒忌 很英俊 英俊的很重要 對… 那些導演看到我就說可以了 那時候我還在讀書 我還在中學 我看到妹妹也可以拍 為何我不可以拍 那就拍一下 真剛的Kent 是一個很活躍的人 當年我跟她合作的一個紅小生 為何夠英俊、有型 流色演戲 對… 而且很活躍的 她是真正一個大playboy 大家不要誤會 為甚麼playboy 換世不公那些 不是 她入水能遊 出水能跳 甚麼都難得她 所以當年很多人很崇拜她 和仰慕她 拍一下後 原來知道是… 馬上很不行 我想不想… 不能做這行 之後就去讀書 讀建築 對 讀建築 很有名的 讀完三年書回來 做了幾年的職事 之後為何又會選擇進入這行 這行… 大家收歌說… 收歌幫你回答 她好像知道 我幫她回答 她比我熟悉 電影界需要她 所以她就進去 我明白了… 現在這麼會說話 她一向都會說話 真的嗎? 以前不是這麼會說話嗎 在庭頓的問題 在庭頓… 電影需要你,再進行 不是… 我需要電影 因為不太喜歡香港的建築 那些東西 那又可以在九龍 因為地界香港… 這個又不可以解釋香港 因為她地小 不可以犧牲少許東西 她要100%實用 那是對的 但我們學習那時 就不是這樣教的 我們希望有更舒服的空間 有些美感 有些特別 但香港是做… 不需要這件事 那後來決定就回這行 有些人找我 那我就去玩玩 那修哥呢? 我想大家都知道 三言兩語就可以說了 是嗎? 說來聽聽 都說了這麼久 對,你都說了五言六語 都還沒說… 有一天看到報紙 見到一間公司 招考男女主角 男女主角 配角的制 對,他考完之後 就取錄我 是 取錄我之後 我家裡反對 其實我家裡很反對 是 你現在做我說 我知道多了一句 你替他說,好… 很奇怪 是 他家裡是做古董 是 我也是古董 你… 你不是古董 你不要… 你不是古董 你是董 你懂就懂的 他爸爸在很多地方都有古董 在上海、廣州,很多都有 打算他接管家裡的生意 家業的生意 這個臭小子喜歡玩 認為自己可以做明星 他考,怎料比他幸運就能考 考進去的時候,還有女生 同期當時還有哪個美女? 收過 你知道嗎? 我當然知道,不過讓你再說吧 有個新人叫白碧 是 這個白碧拍了兩套電影 做了龜家糧 嫁了人家 另外有個很漂亮的美女 叫白露明 是 就是這樣 Bency呢… 我也要問一下Bency 其實你當時為甚麼… 我的圖戰第一期訓練班 我知道,但為甚麼你會有興趣入行 你本身是喜歡演戲的 喜歡不喜歡我就不知道 但可能是天生… 天生? 你很有天才 你很有天法 我沒說到才字,只是生字而已 生字跟才字相差很遠 發音也不一樣 年輕時他的樣子很顏纏 現在也是… 對不起… 現在我學了修歌的心態 對,所以就上游深生 英俊,越來越英俊 不是英俊,是純品 我說修歌… 越來越純品 最近我在新加坡回來 通常上了年紀才會這樣 原來你這麼年輕,真的恃著我 後來我說謝謝… 我爺爺真是稱讚我 然後走過來,你知不知道是誰 我爺爺說,是胡鋒 我聽你說的那麼多 我覺得當時那時候 頭考CVB那些都是俊男俊女 你說你自己是這樣的情緒 為甚麼… 為甚麼會脆弱你 你是不是說話一塊塊還是… 不是,當時我說話很順暢 我何時開始一塊塊 一會兒我告訴你 我也… 是 當時我也覺得奇怪 後來原來聽他們說 你俊男的主角 也有些四、五、六、七角 是… 你那些不可以… 最需要的 那些不可以找英俊女 你一定要找些襯襯 你不能替他 其實當時拍電影 是否一來投考了 錄用了就立即有主角做 真是幸運 是 投考後,第一部戲就拍劇本來 我看,果然是男主角 第一部戲是男主角嗎 是…很幸運 照我看,戲劇的男女元不多 因為當時多數是在大喜 在哪裡有大喜 中聯那些 新的人不多 新的公司有多少 他們需要新的人 進去後,他就捧你當第一主角 記不記得你們兩位 是甚麼時候認識的 我認識很久 是 我們家裡住得差不多的地方 很多時候我們很流行開派對 開派對有甚麼玩的 你們那個年代 就是跳舞 舞的 不是嗎 像娃娃娃吃東西而已 不是,是跳舞的 跳舞,那時是跳舞的 我不會跳舞 是嗎 不是 不懂跳舞,你那時跳得肥肥肥肥肥 是嗎 是 真的很厲害 是 他是喜歡跳舞 是 舞皇室的名字是否當時有的 不是 何時開始有這個名字 入了電圈界之後 是 然後才接行 是嗎 許先生 是 你也知道很多東西 不是,我知道 我還沒入行 看到你們倆是當主角的 那時其實 你有沒有看修哥和Kent 有,當然有 有 那時從中學習就是這樣 是嗎 直到現在這麼厲害 就是學習我們的東西而已 就是 他那時不看哪有金人 是 我又… 我又很壞不壞 你怎麼壞呢 他在那邊玩 就跟修哥在那邊說話 不斷一斷 所以呢 誰知道原來不斷了之後 不斷信不回 現在又不斷信了 不是,不行的 只是一時時 不是… 修哥拍戲的時候 他沒有 我拍戲也沒有 但是你還是… 我學了他 他做喜歡歌的時候 也不知道… 歡喜歌… 不是 不是,歡喜就是喜歡他 這樣就倒轉了 不是 歡喜就是喜歡,對… 我沒有你這麼了解 對,但其實小時候 會不會有看他們倆的粵語片 有 然後就從中在那裡偷師 偷師是進來他們倆教我 不是,你卻沒有了,你也有 我教你 你是不小心教的 修哥明教的 是,他叫我寫長劇、寫劇本 一直做一幕 就是知道這項 是,那時候他… 修哥… 他當導演的時候 是這麼跟我說的 那時候TVB簽藝人分為兩個部門 一個部門是King Sir 喜劇… 喜劇組… 另外中藝組是曹和平先生 EYT EYT 你簽哪裡 那我就UnderKing 因為我們訓練班 未曾畢業已經是比賽和平 那個… 拔了去做EYT 那時候第一年是500元 第二年是700元 再加900元 那原來… 500元也不是很頑皮 不頑皮,還雙倍 每個月都穿商量 因為… 因為是超級的 那時候每個月… 爆,每個月計算 每個月計算是900元 後來發覺有些懂得擦鞋的 加1100元 那我當然不懂 剛好麗的就找我 麗的給了1900元 這麼多倍? 你說要不要走? 走… 那就走吧 給大家走 修哥也去過麗的,對吧 你也… 麗的 麗的鮮 雅士 麗的雅士 是 TVB 不過呢 就未曾去過街市 幾乎去街市 是 當時街市就… 有套重頭戲叫做… 又不知甚麼叫名流甚麼 那樣 要去夏威夷那裡拍的 然後倒我 倒我倒一倒 聊一聊 都差不多了 就倒一粒了 對 就馬上倒閉 是嗎? 當然要倒閉 那個戲沒有拍嗎? 拍了一半 拍了… 不是,拍了一點 拍了一點 拍了一點 應該會找你 不是,我那時候在街市 除了做監製之外 我要拍外景 外景導演 他就去夏威夷那裡拍 是… 是想搞得很嚴重的 Kendo,你剛才說你是外景的導演 怎知道導演還是監製 拍電視和拍電影是不同的 是 拍電視是要按那些… 是… 我們不懂的 要按照片 我們是不懂的 是 我們只能拍攝鏡頭 反正都要上班 多做一份就… 不,你也要… 多過一千九元 你也要… 你也要有這樣的能力才行 不是的 你拍這麼多戲 是 無論如何都知道 有些是怎樣拍的 是 但其實說我進了電視行 多不多碰臉的機會 即是多不多碰臉的機會 可能我剛才會合作 你來 不行… 這個好像我也在這裡 對,我也在這裡 在這裡… EY的新人去了哪裡 喂… 你為何這麼晚才進來 我也算是新人 你心裡在… 你是EY的新人 在罵他 不是… 不是,我覺得很奇怪 你怎麼說話這麼順暢 順暢得這麼厲害 你說你還是說他順暢 我說…我家裡那個 這麼厲害 平時說話就一塊一塊 是呀 但是… 你用攝錄機吧 一攝錄機就順暢過順武橋 是呀 甚麼叫順武橋 阿倫,你好嗎? 出點了沒有? every day all right 你一個不斷的大哥 還沒消了 你看胡鋒死山蟒 大哥 你真是清楚 我記得我第一次做EYD 是怎樣… 那時候還有… 我記得好像還有三個月才畢業 還沒開始實習 聽說是十四哥 十四叔 張英… 本來是他的那天 是 不知道為甚麼 他沒有出現 然後拉一個人出來 找一個人來頂他 找到我 是嗎? 那天… 那時候十四叔也有很多… 很多台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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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從那次開始的 你入行也不是很久 其實還沒入行 還沒入行,是訓練班九個月 這樣頂不頂得上來? 我又不知道為何頂了 所以我說是天生 可以了… 你以為很容易頂到張英 十四哥的位置 真的 你以為… 不,我後來才知道 你後來才知道自己這麼誇張 可能…如果我當時知道 我可能就頂不住 就很大壓力 我開始就翻135 是 一個星期翻135 我就開始翻 就是叫一鳴驚人 就是這樣,是嗎? 我一出… 那怎麼辦? 有… 好,翻135 有沒有被人罵過? 蔡和平還沒罵過我 蔡和平還沒罵過你? 我賣錯廣告 賣錯廣告很大件事 那些廣告是直播的 對… 她說甚麼? 她說在上面笑,在屏幕上笑 知道嗎?不是罵嗎? 在屏幕上笑,對 那我就真的時運高了 真的沒事 你真的下午暈了 你喜歡這件事 就是你太好笑了 但是上面看到她賣錯廣告 而笑,我想這件事是很高的 我不知道 是很好玩 我不知道 她才會笑的 我也不知道 真的 因為你演繹得很好笑 是的 我也不知道 用一個笑來已經是… 那一笑便是735 我真的很怕賣廣告 是人都罵的 你有沒有試過黑暗的? 我正常怕 現場廣告… 最怕 我怕得不得了 每次做完EYT 蔡和平就下來了 你剛才的廣告過了四秒 我試過了 好嗎? 好 有時候… 你那個…為什麼過了七秒 過了七秒也試過 那真的不奇怪 那些很奇怪 不奇怪 收高過七秒,一點也不奇怪 我…我… 那些屁股站在那裡 一字就… 你都不知道… 你都不知道在那裡 真的不知道 你有沒有試過黑暗的? 你又有 說不出也有 不是 我們經常都是出貓子的 有一次就… 出貓子就黏在… 那個攝影機 應該不知道是攝影機2 還是在那裡 一直看著… 一定會沒事的 誰知不知道 忽然間在上面 叫攝影機2 他批到別的地方 走了 說了兩句… 說了兩句,走了 當堂沒有了 死了 也試過這樣 是嗎 DYT 每晚都有些事情 有些事情 你現在想起有誰還沒脫 試過… 有好幾個還沒脫 是,當時最好的記性是哪幾個 阿肥 阿肥… 阿肥真是 三毫子小姐 心心 心心,真的 羅蘭姐也沒脫 但是… 阿肥真是 是 他鋪得不得了 是 真的不知道他… 這個真的是天分 Bank姐,其實你在EYT的時候 有沒有甚麼趣事或回憶 有很多笑話 可以過得到他 有很多笑話 例如呢 有很多東西可以分開 在母人行的時候 我們這三下晚上出來 就在屏風掛完門又游去 有一次波叔就出來 他掛開的衣架 他就被杜平掛了 他不會罵人 他笑著罵你 有衣架你就掛吧 他不會罵人,他就低 有衣架你就掛 人家掛了,你不要生氣 叫做衣架嗎 即是旁敲側擊地去… 對,這個是波叔 罵椅子… 罵椅子我聽過 但我又沒… 讓你休息一下也不… 罵椅子? 為甚麼罵椅子 現在我們回到大陸 也有椅子 有自己的椅子 他不知道被誰坐了 拍完你回來 就沒有椅子坐 他罵了椅子 你也賤格 我讓你休息一下也不休息 你總是要被人坐 有的… 是嗎 有的,波叔有的… 你們的回憶是否… 當然了,很有回憶 是嗎?有甚麼回憶可以分享一下 對 在風落心笑那裡 是 罵我… 是嗎?為甚麼罵你 曾江罵人不奇怪 我…我… 我有沒有罵過你 我…你沒有罵過我 我完全相信你所說的 江湯普通話找我拍 我說好,那有誰 許少爺說話也說得這麼流利 你又不記得了,你又說得很順 是呀 一定要收足價錢才拍 是呀… 是呀 收足價錢才拍 我好像說得很順 我正直的表情也好 你真是… EYT,你真是要做EYT 警察就炮轟了 你炮轟事件的過程是怎樣 他呢… 他從來… 不要這樣 都還沒曾跟別人說過價錢 內功很厲害,怎麼樣 所以說… 不過是呀,他剛才說的一段話 完全沒有提過價錢 沒錯,他是傻子,他是傻子 他這輩子… 我反而是傻子,是傻子 不是呀… 沒有… 你沒有傻子 不,他沒有說不 也不是罵你而已 不是罵,說吧,說我吧 是呀 阿修哥,你本身的性格是否這樣 你看電視頻有多少人做 他沒甚麼…沒看到的 是嗎? 沙哥,有空嗎? 可以 你永遠沒看到的 是,現在是不是… 現在也是 是嗎?仍然會… 又不是罵他 不是,而有時候不知為何 推了別人,覺得自己… 覺得很不舒服 對,不好意思 就是… 我剛才犯犯了 我不推了別人,覺得很不好意思 剛才說完EY10了,其實幾位都是拍劇之人 最多很多經典的角色 又記不記得你們在拍劇裡面有沒有合作過 我有跟你們兩個合作過 我有 你跟我合作,可以罵你嗎? 我沒見過你罵過那天 是呀 你真是,你真是… 你真是… 不… 不是,她是… 不是,她是聾的 不是 我認識你這麼久 我沒… 這麼久才知道你聾的 我還沒聾… 對,我還沒聾 不是,Keng哥,我又見過他 但我真的沒見過他 你真的沒見過Keng哥罵人嗎 你有罵過他嗎 見識少了 對,見識少了 老實說,我肯定每天都會懶惰 你最懶惰 每天都會懶惰 你記不記得自己最懶惰的那次是甚麼 因為懶惰甚麼呢 那些小孩又忘記對白 又不客氣,又走位,又發脾氣 真是這些懶惰 所以不怪的事,我又忘記對白 走位又沒有發脾氣 所以就沒罵你了 但真的有些懶惰在庸上 我記得有一次拍攝溫娜的年輕人 那一代 那五個小孩很吵 又不說對白,又不說甚麼 就在那裡吵 我看到他就在那裡,很不高興 為甚麼這群小孩很不專業 很不高興 那我就跟他們說了 Kent哥,現在的臉漸漸變黑就可以 漸漸變黑就可以 黑了 你們小心 但他… 老實說,在這種情形 你說不能吵就吵過 對不對 這樣… 是不是 後來怎麼樣… 那五個小孩就有點乖 馬上被我罵他 馬上掛光了 就是有效果,對不對 你這個人是不對的 在現場裡,你也不專業 對 是嗎? 從黑變黑就已經很給面子 黑掛光也有份 但其實Kent哥真的有很多後輩 跟我們說過 跟你拍劇,其實基本上壓力很大 對 就像羅家良曾經跟你說 你記得那場戲嗎? 在小筆爹頭裡,他是第一部 是我兒子 他有幾場戲是很重的 我呢… 我可能會對他有要求 不是教不教 劇很重要的就是… 我覺得是貴乎合作 我把球交給他,很黏腳也好 他也比… 他也比脫腳 是不是? 不是針對人 是針對…想做好 我覺得是無效非的 你知不知道王又華曾經說過 跟你開工很開心 因為經常被你罵 當然罵 黃又華那時候是傻子 但你對 郭靖是這樣 是嗎? 我是罵他罵得很害怕 是嗎? 他很疼的 他看見王又華才不疼嗎? 傻子,你追求我的女兒? 我的女兒? 你怎麼搞的? 你這個全世界最聰明的人 你是全世界最笨的人 對不對? 你到現在來說 都是八三的板 是 金融也是最好的 對不對? 東南、西北中的那幾個組合 你哪能找到呢? 你以後也找不到 又找到歐美 哪有這麼靈的小姑娘 對不對? 這些東西全部是配合出來的 他做這個陸國明 真的做得又是一流 不是,是贊你 不是贊我就是甚麼 不是特地贊你 不是贊你,是踩你 不是贊你,是踩你 老實說,那時候 韋家規劇的戲是有得做的 他是很不正常 但是他是很好看的 你接到劇本之後 你是…你是願意去想清楚 想想你應該怎樣去表達 是嗎? 是 你果辭的事情就是這麼說 幾位演戲的戲露好像挺鮮明 譬如修哥永遠都是很好先生 基本上很少沒見過他做反派 是不是?修哥,你有做過反派嗎? 他不做的 是嗎?你新人… 真的沒見過你做反派 是 有沒有? 沒有 有沒有人找過你做反派?修哥 是嗎? 誰敢? 沒有… 沒有 沒有人敢找他做反派 是,反不了 看語片做過一套反派 做過一套反派?修哥 那套反派… 誰? 不修得? 逛街 所以以後沒有人… 沒有人敢找你做反派? 不是,當時觀眾比較含蓄一點 最重要是男女主角是正派的 是 臨到結尾的時候 大家是大團圓結局的 是 不可以有一個人死了 這樣就不喜歡的 哦 那些觀眾就是… 即是那時的觀眾 是嗎? 比較含蓄一點 反而Benz就有很多… 你很廣 甚麼都做過 黑衣也做過,皇帝也做過 太監也做過 女人做過嗎? 女人也做過 也有 女人也做過 扮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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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nt哥演繹就是扮女人 扮女人 你們演繹的角色 你們會不會… 譬如劇本沒有,導演沒有要求 但你們也會特地加一些東西 進去那個角色 這個角色應該要強硬一點 自己也強硬一點 這樣 有的 一個專業演員應該有些東西加進去 他為何要你演這個角色 我演這個角色和修哥演的角色 和Benz一定不一樣 是嗎? 一定有自己的東西加進去 我覺得一個專業演員 應該有自己的東西加進去 我其實很難 是嗎? 我每個角色都沒有怎麼擺心 我… 但他也是演技搭救 是的 那些是傳教前輩 不是… 我們不是說甚麼… 不是批評人,不是甚麼人 我看見他的電影是很順暢的 是很順暢的 又是 很順暢的 是很舒服的 是很舒服的 是很增活的 這是不是容易的 我真的很懶惹去… 去設計那些… 那些我覺得就是做的 是 看得出設計的就不好 是 你設計了,但看不出設計 你說加進去的東西是有的 每個人都有的,一定有 你好像新宅的大隻鋼 是 我也是自己加進去 還叫阿偉仔,你解釋給別人 怎樣叫大隻鋼才行 是嗎?原來不是劇本大隻鋼 有一場戲,他還特地問我 到底是甚麼大隻鋼 只有一個港字就是大隻鋼 解釋了那個… 他… 甚麼大隻鋼 只有一個港字不做 就叫大隻鋼 老實說,但在那個時候 有這樣的氛圍 大家會談談 大家會談談 在角色上,大家對手 這場怎麼樣? 是… 現在會嗎? 是 現在我們熟悉的就有了 是,這樣吧 不熟悉的又怕別人 是嗎? 以為你… 想不想你教 這樣就沒人了 這樣就沒人了 但如果要你們自己選擇 你們會覺得最滿意 或者覺得最過癮的是哪個角色 金蓉那些 金蓉那時,黃天林、金仔 大家是很想好 是很想搞一些東西出來 金無師王 那種辛苦法 幸好那時還能熬一下 大時代、細筆低頭那些角色 他也挺適合的 那修哥呢? 我本善良 是 我本善良我也有 是…細筆低頭 是 又有些跟他搶對手氣 自己也覺得做一個漏口的律師 就真的… 不是 笑什麼 剛才沒有漏口 完全沒有漏口 不是… 我說漏口,你笑什麼 我笑你就是為何我這麼笨 來學你 Benz呢?Benz,你記得嗎? 新宅師兄 是 但是說 新宅師兄 第一集 第一集 第二集 龍橋偉 是 當時是大隻港 是 只可以選一個,你會選誰呢? 當然是選最近的 歡喜哥 真是殺了…歡喜哥 殺了甚麼? 歡喜哥 那些人 不是 這個角色很突出 你說做一個演員 你很多東西要配合 導演,各個角色 對,大家合作那些 天時地利人物 天時地利人物 真是天時地利人物 是… sparfold 小平 選照,稱呼 已經是 突然台灣人,成立 全亞天氣 叫喇 或是這個行業很有熱誠 但有沒有想過退休呢? 在我的字典裡,好像沒有這兩個字 是嗎? 是的 退休是怎樣呢? 做到身體不好,做到觀眾不喜歡 做到自己真的累得不得了 然後才退休 我就像你一樣 我告訴你觀眾是否喜歡 我有體力,我還是做的 好 現在我覺得我們對這行業的誠意和愛 是深度不能夠走出來的 問題是我們有否精力付出 是 我們交不了工作時,我們不可以做 粉絲呢? 也是的 有朋友說,即使經濟不好 你也不要退休 你一退休,你真的會很快就離開 不算是,簡直是雲歸天國 是嗎? 是 很多時候… 退休… 不是這麼容易退休 他沒有了寄託 現在我們真的挺開心 有人多陪你 就是有人給你錢陪你玩 是 對嗎?何樂而不為 你有錢,你也未必能找到人陪你玩 對 我們現在,前幾年 我們都可以找到十二人吃一分 現在你找一台 都不太容易營收 主動去找 主動也找不到 有很多人跟你不對嗎? 不是… 不是,不對… 大家一起… 只剩下我們的背 讓我以後 有局,找你 找我吧 幾位都認識了很多年 會否有些東西放在心裡很久 很想問對方, 但又沒機會問 我想問Kent 你年輕時沒有這麼暴躁 但為何年紀大了之後 就比較暴躁, 為何? 我年輕時進入這行業 我是希望別人要求我 所以我不會很主動 所以這樣就不會那麼粗 在這行業拿了這麼多經驗的時候 我對我的對手有要求 年輕時到現在, 我也是這麼值得的 我有一句就說過一句 這樣很多人會覺得 我是很粗 但我又問問你 我和你年紀相差不是那麼大 我有一個女兒, 我沒有孫 你是兒孫滿堂 而我知道你的兒孫 和你都很接近 你怎麼教他們 那也是嫂子教他們 是不是嫂子的功勞 對, 全部都是她的功勞 她今天真的這麼會教嗎 她真的教到那些兒女 能夠成功 是嗎 還有一件事, 一定要孝順 所以就教好那幾個兒女 對, 全靠她 對, 你那些小孩真的… 對嗎 所以我的小孩在她生的時候 每個人都很孝順她 就算去街頭也好 每個人都要綁著她 那Benz 你有多少個小孩 我太太和我生的就是一個女 但是她之前有一個兒子 OK 那兒子和女兒都… 合得來 合得來, 和我都合得來 是呀, 很好 很好分 都是孝順的 都是太太的功勞 說起Benz 其實都真是前輩的前輩 我很記得我生完的時候 我跟她發了一個WhatsApp給我 將來如果你的兒子讀書有甚麼問題 我很有經驗的, 很知道這些東西 我跟太太, 你打給我吧 結果真的到我兒子要入學之前 我真的要找她幫忙 其實她給了很好的資訊 她看見她們一家三個很愛 所以這件事很值得我的行政 如何兼顧家庭和工作上 是一個很難的平衡 在這裡就希望Benz 繼續給我們一些好的作品看 別這麼快退休, 謝謝 沒得彈 對, 這樣就好, 但她算好了 怎麼樣 一個好的家庭 沒有結他就怎麼彈呢, 是不是 那我送我結他給你 好, 謝謝… 有甚麼關係嗎? 修哥, 你很想知道 其實一直都很想知道 但又不好意思才問你 他沒甚麼秘密, 修哥 你叫他… 你千萬不要亂說 以前這口, 他… 他有嗎? 是嗎? 我從頭到尾以為只有嫂子 我們現在轉轉… 原來不是 我們變成爆料 修哥 有甚麼秘密可以爆一下? 你沒甚麼不怕說 老實說, 甚麼都不怕說 我怕他在上面聽到 你不怕說 即是有了 即是有了, 對吧 不, 大家明白 老實說, 大家明白 從頭到尾以為 有, 哪會沒有, 對吧 即是不懂 你坐第一個老婆 你叫她老婆而已 我也不知道甚麼叫老婆 對不對? 這樣就娶了 這樣就娶了 你又不知道, 那就怎樣 你不知道, 那就知道 是吧 人家當然說 年輕人的口花花 原來修哥是扔轉的 他那時候不僅說沒有口花花 還是很嚴肅的拍攝 但這幾年, 我覺得他… 整個人很輕鬆, 經常開玩笑 有他在這裡, 真的有很多笑話 好, 其實今年是TVB五十周年 三位在TVB有一段很長的日子 其實一定會有一些很開心的時刻 可否跟我們分享一下 我最開心的時刻就是 TVB沒有嫌棄我 還找我工作 這個我就開心 哪有人不找你 在TVB當然是有很多東西 是不是?我們拍戲的時候 誰知道自己的演出如何 但是TVB, 我們馬上可以看背景 看完背景後, 馬上… 對呀, 這樣… 差一點 如果你想好 你想好, 你會想一想 再來多一遍 在這種情形之下 我們希望可以進步 在TVB是很容易令我們進步的 我懷念TVB以前的日子 對呀 大家當時比較有貴屬感 大家都好像一家人一樣 還沒時間開工 已經做飯了 預早一、兩小時回去 對呀 在餐廳打大膠 吹水 吹水 下班後, 人人都不捨得走 大家一起去燒夜 對呀… 現在就… 可能… 可能又上了軌道 不是怪我們沒有了… 是怪誰令人失去這種事 是要怪那個人, 那就誰都不知道 今天真是感謝三位前輩 帶了錢, 落我的袋子, 帶得很悶 我每一集的結尾都要拍攝自拍 是要叫妻, 還有… 有套戲叫做啤啤啤啤啤啤 肥姐, 那時候我去探望她 收哥剛離開, 她來了一小時 她不斷走, 我不斷看她 她去探望肥姐, 我一直不斷走 肥姐說我當然累了 我一直都看過舞亭光